头晕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大部分人或多或少的都曾经经历过 是 但是其实会导致头晕的原因挺多的 包括这个人身体本身的状况 或者是精神状况等等 都有可能会让人产生晕眩的感觉 对 那么如果感到头晕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医 那么突然出现的悬晕情况该怎么办 好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伊丽莎白医院耳鼻后科助理教授 郑清燕医生 你好 郑医生 郑医生 你好 你们好 郑医生 一般头晕可以分几种不同的状况是吧 对 对 对 因为头晕其实可以分很多类 然后它的范围非常广 主要有分眩晕 就是真正的那种旋转感觉的那种晕 所以也可以分为比较轻微的 比如说你可能身体觉得有点晃动 那个感觉 或者有点漂浮的感觉 还有一般性的头晕 那一般性的头晕呢 包括很多很多不同的病症 比如说你可能发高烧的时候 觉得有点身体不到稳 走动的时候有点漂浮 脚轻轻的感觉 或者是血压高 低血糖 低血糖这一类 都可能会导致头晕 所以其实分裂非常广 OK 那真正眩晕的标准算是什么 对 所以眩晕呢 我们说的就比较 就跟耳比后比较 关系比较大 这个呢 是代表你身体的一种错觉 在你身体没动的情况下呢 你觉得身体在旋转 或者是周围在旋转 就好像你看着那个墙壁 好像风扇在转的时候 那个就是等于眩晕 所以这是一种人体的错觉 主要这个呢 就跟平衡器官有关系 或者是跟我们的小脑 或者后脑 那个控制平衡的那一部分有关系 它的关系怎么样 什么情况下是要求医了呢 所以呢 求医呢 就很难说 这个求医 第一点 如果你发现那个 你一次性的那个眩晕 在短暂的时间过后呢 就停止 过后就在没再复发的时候 就没关系 可是如果持续比较久的话呢 或者是你觉得那个 那个眩晕一直复发 一直复发的话 那就应该诊断一下 要找出那个病因是什么 那它发生眩晕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为什么 所以在我们发生要了解眩晕 需要先了解一下那个平衡功能 因为平衡功能跟我们的那个 耳朵的平衡系统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耳朵呢 其实有几个 有两样大的 比较大的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听力 就看你这个 如果看这个模型 我们的内耳里边 这个是听力的器官 就是那个耳窝 后方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平衡器官 所以有分不同的部分 所以这个平衡器官呢 他们它的那个讯息就通过平衡神经 我们叫做前庭神经 这个整个平衡器官叫做前庭 所以前庭神经呢把这个讯息传到脑 后脑就综合了我们的视觉 还有我们的身体的本体觉 就是我们关节感觉姿势啊这些的感觉 这三样融合起来就帮助我们平衡 所以这三个里边呢 任何一方面有问题的话 或者是后脑本身有问题 都可能会觉得眩晕 当然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我们前庭 内耳前庭有出现问题 难怪所以说视觉会受影响 因为你真的会觉得你看到那个墙壁在转 对 所以你会看到墙壁在转 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应付你两边那个前庭的 他们发出的讯息有差距 所以我们的后脑就让我们的眼球转动 希望把它保持平衡 可是就起了反作用 而且这时候想站起来的话会想吐 对对对会觉得作呕 就好像食物中毒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或者晕车晕船都是同样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戏剧当中最近还看到 是人在跌倒了以后是因为撞到了脑部 对 而发生了眩晕的问题 而且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对 真是真正当中真的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恢复是比较少见 通常有几个状况 一个就是可能脑撞到受到脑震荡的话 那是其中一个问题 也可能震荡到内耳 它是平衡器官 它是潜艇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 其实可能即使是轻微的撞到头 或者是也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病史 它有一种病叫做耳食症 使得你头晕 耳食症就是在我们平衡器官里边 有一些好像晶体这样 就帮助我们探测地心吸力的方向 或者我们旋转头运动的方向 所以这些晶体也是脱落的 我们就把它称作耳食 所以因为我们的内耳 你如果看这个内耳里边 这内耳里边它是一个 就好像密封的一个囊 所以在里边我们有几个部位 在前面这一段 我们叫做椭圆囊 还有球状囊 这里空间比较大 所以晶体在里边就没什么大问题 可是后面这三个在不同方向的 这个叫做半规管 这些半规管里边 你就看好像小小的隧道在里边 所以那个晶体如果在里边移动的话 你可能就会觉得 就可能因为一边如果有问题的话 另一边没有问题 所以你两边的讯息 你在比如说你转头的时候 他们发给脑的那个讯息 电子讯息就有点差异 所以你的脑就会把它当作是 你在旋转 你的头可能转向一方 所以人不可以转太快 它又跟不上 对 其实那个是 可能你正常就慢地转 它也没办法 因为它两边 它的那个里边 我们用来探测移动的那些器官 它的那个信息不同 因为一边有晶体 一边没有 有晶体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耳食症了 对 它脱落了就会这样 眩晕的一个原因 对 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还有哪些疾病也会导致眩晕 其实第二个 我们常看到的耳皮后 我们常看到的就是 可能是内耳的那个 我们叫做迷路炎 就是内耳发炎 或者是那个前庭神经 平衡神经发炎 所以这个发炎都可能使到 它就是传讯息给脑的时候 可能它如果刺激性的话 或者是毁坏性的话 它的讯息就两边不平衡 所以只要任何使到 它两边不平衡 都可能使到你感觉眩晕 所以 是 那郑医生你讲的这几种 像耳食 像那个发炎 对 这几种都是属于需要求医的范围了吧 其实 比如说那个耳食症 你不求医的话 它过一段时间 它也会自然的 是啊 对 有两个情况下 一个是它的那个耳食 从半规管里边掉落到那个比较宽敞的前面 前庭的前面 如果另一个情况就是过一段时间 你的脑适应了 适应了不同的那个 两边不同的那个讯息 它就自然而然就有办法平衡 所以两个方法 当然我们如果有 如果求医的话 你看到耳鼻后科的医生 我们可以做一些 我们叫做那个腹胃的那个治疗 就是好像把你的头 移位了 把那个 把里边的那颈体 有点像是倒出来 就好像你知道你小时候玩那个 种水 那个有那个弹珠的那个玩具 你把它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移来移去 同样的原理 尽可能把它掉在那个宽敞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因为它在宽敞的地方移动的话 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那个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治疗的方式就是你真的摇回去 不是摇回去 不是开刀 这个有专业医生摇 有一个特别的移动的方式 不过你如果要上网看了 有可能可以 不过你们怎么判断它是耳食症 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检查 我们叫做Dix-Hobite Test 就是让你躺下来 头往一边 然后往后仰 还有往一边 它就会 我们会看着我们那眼珠的那个 我们叫颤症 就是在你移动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眩晕 我们看着你的眼珠 就会它会跳动 就研判 就看得出 就诊断得出来 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会发生耳食症 就是撞击吗 撞击是其中一个 就是如果病史里边有撞击的话 就其中一个问题 可是你即使不 根本完全没有任何撞击的那个 那个病史 也可能有这个 就可能非常轻微 它都可能脱落 是 那个 刚才您说的还有一个潜艇 包括神经发炎 对 那就是消炎 不是 那问题呢 其实它发炎 我们相信是因为它的那个病毒 就是病毒感染到那个内耳 就是那个内耳的那个迷路 或者是那个神经线 所以 其实消炎药 如果是好像我们普通讲的那个消炎药 比如说抗生素这些 对这个没用 因为它不是细菌感染 是病毒感染 所以通常我们会给是给肋固醇 肋固醇让它消炎 让它消肿 可能让它至少有一点机会 就保留它的那个平衡功能 这个是外查的吗 不是不是 那是口服的 查不到的 口服的 查不到 也是口服的 对 口服的 或者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 如果好像比如说迷路炎的话 就是整个内耳发炎 就包括那个听力也下降 我们可能会给 有时候如果没办法 比如说有些病人 他们有鼻型肝炎带菌者 或者是血压非常高 或者是血糖 就是可能糖尿病控制的不好 那没有办法用口服的那个 肋固醇 我们可能注射到中额里边 一般以您的经验来说 普通人 他要感觉多少次悬晕 他觉得应该去 看看医生 因为一般人看医生总是 对吗 对 不会总喜欢去看 是是 当然如果你只是一次性 在短暂一次性的话 就没关系 可是他如果超过一次 其实经常复发的话 最好还是 或者是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比如说 好像耳食症这一类 他眩晕的时间非常短 少过一分钟 可是如果是比如说迷路炎 或者是前听神经发炎 那就比较长 可能几个小时 至于整天都可能 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病人通常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 对 怎么办 所以可能需要 可能让医生来你家里 或者是让家人 扶着你去看吧 应该是 很辛苦 的确 他们可能会呕吐 所以如果是这么严重的话 在最附近的家庭医生 他们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 让他止晕的药 或者到急诊部也可以 先拿止晕药 对 这样子才可以去求医 因为可能去 真的看专科医生过程当中 会需要这个止 都可以 其实你看家庭医生也行 看专科医生也行 到急诊部也行 不过我看通常 如果真的是 眩晕得这么严重的话 第一个步骤 不管是看哪一个医生 都会先注射止晕药 那么在现场 因为他可能是 因为忽然转头 才发生这个事情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忽然间 发生这个状况 他当场最先要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 感觉眩晕的话 我看最重要 就是要安全 所以尽量完全 就禁止 就禁止移动你的头部 因为你的头部 如果你真的是 迷路炎这一类 你平衡感有问题 你一移动 你可能就觉得非常 非常晕 所以尽量 就是如果要移动的话 非常缓慢的移动 所以要可能抓着周围 有办法 扶着你的扶手 实在不信 抓个路人也好 你个人解释一下 然后慢慢可能坐下 那就比较安全 因为当然你是担心 他跌倒的话 可能伤到头部 这类 对 我非常感谢医生 先生说明 谢谢你 谢谢 我学了很多 观众朋友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 诗诚有约面部网页留言 当然你可以浏览 我们发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是 非常的欢迎您 可以重为我们的节目 以及观赏网络独家视频 好 今天诗诚有约 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再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